妈妈是被害的 然后呢爸爸后来又娶了这个 对 家的家人 我当阿姨当妓女 那有时候是很矛盾的 有时候是很矛盾的 因为我 但理智上是说要不要 你要不要 我可以原谅他 但情感上面其实还有一点点很难 要不断地走出那个心理的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这个 这个女生就是她杀死人了 二十年后这个女生杀死人的爸爸 我爸爸 就让我恶在意识成为生命头条性 头发头条 她就跟你说你爸爸死了 那你就会一下愣住 那你就会就会开始想说是真的吗 你跟她说 那时候诈骗局员来 就是她想干什么 真的吗 我等一下我查一下 就起码发败 然后就跟我哥哥在互相查证一下 然后就我们就查证一四四四十二 就我们就一个去改动医院认识 那一个去改三分局 去做别人 那后来呢 他们就媒体就一直问啊 就查证啊 他会一定问说 你怎么那么不笑啊 你爸妈妈死了 你还不来看他 你还不来处理 你还那个 根据那个警方讲说 那话把话断的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这二十年来 我知道很多事这么多人 我们就想要这么多人 然后希望说 诶 这些 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去造成的 我们都是在承受这些 我如果今天身体量补偿 其实是他要在监狱里面 他要靠着做手提袋 靠着做很多的这些东西 然后去偿付给 帮给大家这个钱 其实在我们那个时候 是没有人怎么胜出 或者是说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很多人其实他不知道 该怎么帮助 对 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也好 就是连我这么大 2004我爸爸又这样子 被害的时候 我身为也被害人家 其实我在我的周遭同事 朋友之间 其实感受跟他的关系 其实也很少 可能因为成年的人 人家也不知道该 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可能人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安慰你 或是怎么样 我问我爸爸说 离开他 然后回来到我们 六个兄弟 通知姐妹 然后我们可以照顾 那他是说他 放不下这个感情 那你作为晚辈的 子女 你只好尊重他 我想当公益律师 人权律师 我并不是那么想 他在开权会 对啊 我并不是那么想当法官 我想要当像林永壽 我认识阿 阿福的妈 你不能自找你 你不想到我